大家好,我是林可盈 3號強風信號生效將會在午夜前維持 今年第一個8號信號生效超過15小時 不少打工仔多了一日假 有市民選擇去看電影 有酒樓就說打風不太影響生意 包括晚市定台 廣告下午在8號信號仍生效時 街上的人不算多 相對較多人的算是這裏 商場的戲院外 戲院說下午大部分長設的票已經賣了一半 有些甚至賣了八成 打風對不少打工仔來說 是多了一日風假 但對旅客來說就未必是好事 有人說原本打算去香港仔用線 結果要取消 其實在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當然我也不想颱風發生 只是可以體驗一下也是蠻不錯的體驗 冠塘這間酒樓全日照常營業 經理說早午市生意額比預期好 和平日差不多 相信晚市也沒有大影響 很多客人都說政府派了消費券 今天加上打風不用上班 就會直接出來消費 生意額都有提升 大概有20張電台 但有些客人今早就 因為未知道會何時下波 都會擔心安全問題 所以打來取消了 但他估計職場入座的人不太多 因為街市又開門 相信有市民會在家煮飯吃 無線烈士記者葉子華報導 公共交通服務陸續回復正常 部分打工仔說仍然要回半日工 天文台宣布將會改發3號訊號之後 九巴陸續安排員工上班 九巴和龍運巴士下午5點起 陸續恢復服務 但部分路線或者特別班次有臨時安排 城巴大部分日間路線 3號訊號生效之後 也陸續恢復服務 新道輪本地航線 下午5點半起都逐步恢復 有市民說因為打風 通宵連回兩間 灣仔街頭早上都有市民趕分工 8號風球都平平靜靜 提早半小時 為何要提早半小時 真的害怕嗎 怕沒有車搭 搭地鐵就早些出來 8號風球你打算休息的話 誰知道老闆打過來 你說要回就回 過著了 沒辦法 部分打工仔說 沒想過8號訊號維持到下午4點多 變了多一天 我本來打算應該是12點多 會脫下下來要回公司做事 不需要 不過明天要回去 用好鐵趕快點工 那心情會否有點複雜 沒有的 沒有的 有一天可以休息下午 勞工處提醒 僱主應該評估熱帶氣旋警告生效期間 是否需要必要人員 返回工作地點當值 也應該考慮有關僱員的安全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截至下午4點 當局收到55棕棕樹報告 和確認兩棕水浸降韌 六男三女在風暴期間受傷 去到急症室求診 天亮之後 港島杏花村隔離湧上岸的浪花 差不多和燈柱一樣高 一浪微平一浪游起 水漲令海水不時湧上岸 有人把握機會迎低這一刻 民安隊不時在海旁一大巡邏 朝早吹偏東風 風勢比前一晚增強 樹木被吹向一邊 我們現在站在岸邊這個位置 不時都覺得背後的風 好像是推自己向前 就算扎穩馬步 有時都會被風吹動 紅磡碼頭這邊的風勢都不舒適 風大的時候 我要捱著條柱才可以站得穩 而風把海水吹過來 就算我站到岸邊大約三米 我都會被海水打濕 仍然有人風雨不改跑步 那些水打被風吹到籃子橋樓 都過不了你 平時白河溝球都出來跑 今天水打是跳 多很多 因為這次人是站不直 剛才有一兩站 就要扶著坑到河後面 不怕的不怕的 不要試的 去邊邊邊跑 我跑一點點 好 盡力 上水金錢村有嵌雪押毀一輛私家車 車頭擋風玻璃碎裂 旁邊的指示牌也被壓到彎曲 青衣北岸公路有傳媒的採訪車 亦都被大樹壓到前方塌陷 九龍城有大廈外的環額廣告鬆脫 消防升起雲梯拆除 天文台在凌晨0時40分 改發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信號 早上6時40分再改發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 至於向來是水浸重災區的大澳 有居民說影響不算大 天文台說當地水位上午一度上升至3.1米左右 比正常潮水位高大約0.6米 有店舖上午漁常營業 亦都有民安隊隊員到處視察 無線電視記者黎維爾報道 至於澳門3號風球生效 在8號風球期間公共交通停駛 關閘口岸兵門旅行 由駐澳門記者黃偉知不得 在8號風球下 澳門所有公共交通和海上航班全部停運 在關閘口岸仍然有旅客由珠海入境 但只能夠等的士 的士站人龍延伸幾十米 有旅客估計要等兩個小時才能夠上車 澳門清晨大約5點半發出8號東北風球 內港一帶出現水浸 海水不斷由水渠湧出 市民赤腳涉水過馬路 水深浸過腳腕 也有雨由水渠湧出來 有商會用產車升起器材混走 避免浸壞 也架起防水閘 沒有問題 沒有辦法 這些地無可避 去到上午10點的時候 這邊的水開始退 水浸的情況也有改善 警員就開始開了部分的車道 受天氣影響 有旅客提早回內地 本來是想去大三方那邊打卡 然後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有點影響就是接下來的行程 澳門行政長官賀一成 到民防中心指示做好防風防水浸的工作 保障居民人生和財產安全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王慧芝報導